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我见很多在英国甚至澳洲的朋友 都报告来说拍到很漂亮的极光 我也不要说是北极光 因为你去到澳洲都看到的时候 南半球地方那些就不要叫北极光 虽然我们经常习惯了那些人去到靠近北极地带 看到那些在夜空上面那些很漂亮的那种 闪着闪着的天空上的光 才叫北极光 纯粹就是因为这些这样的极光事件 其实你很难会在澳洲地方都看到的 甚至乎在北半球的话 你都要去到北的地方 以前有些人参加什么游学团 故意去到那个位置想看北极光 结果看不到 但是为什么今年大家就算住在英国 甚至乎在澳洲都这么轻易 在一个比较低的位置的地方 都可以看到极光呢? 当然就成为了新闻 值得去介绍一下 但是当然了 亲眼看到亲眼拍到的 那些相片就不用我多介绍 那么现在画面上看到纯粹就是说 在美国的Vermont 他的夜空就拍到这个 既帶有些绿色 但是主要是粉红色和紫红色的 一些这样的北极光 和我们以往所理解 就是绿色的那些就有些不同 而甚至乎在澳洲 你也都是拍到一些 也是那些紫红色的极光 其实呢 变成了这些 其实有些事情要解释 就是我们什么情况之下 会看到不同颜色的极光呢? 还有为什么我们 今次会有一个这样的机会 在一个这么低位度的地方 都不用去到加拿大近北极的地方 都不用去到北极圈 基本上就在英国 甚至乎在南极都没有去到南极圈 在澳洲 在那些 在Melbourne的地方 你已经看到这些极光 那为什么呢? 和那些太阳活动 有什么关系呢? 值得在这里介绍一下 首先 不要说这些远离 我们的科学 如果贴身些说 我不知道 有些你亲自在今次的事件 看到极光的澳洲朋友 或者是英国的朋友 你有没有发觉 大家都口耳相传 不要只用眼看 用眼看都不太清楚 拍出来才是很厉害 的确实是 很多讨论 为什么我会用电话 拍出来的更多 我的眼睛 在这里一定要解释 一些基本的东西 现在我头壳顶上 你看到那张图 有彩虹颜色的图 其实是代表着 你本身 现在用的相机 或者是数码摄影机 它用那种 CCD的感光 这种电子感光零件 和我们人眼来比较 在我头壳顶的图 靠底部的两个 不太起眼的曲线 其实是代表着 人眼对于外来的光 的感光率 然后其他几条 抛高的那几条 灰黑色的线 其实是代表着 一些不同质量的CCD 就是一些电子感光元件 他们的感光效能是如何 你会发现有几个分别的 首先曲线高点 就是整体上的感光率是高点 所以一个很简单的印象就是 其实现在我们能够做到 那些数码科技 也不仅仅是数码相机 我们一般的手提电话 内用的相机 其实都是一个 基本的数码相机 他们对于整个光谱 整个彩虹光谱内 不同光的感光能力 都整体上超越了人眼 所以你预认了 有些人眼都未看到的 就算是手提电话 相机都会看到 甚至分辨到颜色 然后 看颜色 哪种颜色的灵敏程度 如果你说人眼的话 我们会对黄光 绿光 就特别感受得强些 所以 你也可以说 为何我们看到绿色 觉得仰眼一点 我们活在太阳 比较白色 黄色的光之下 我们看得比较清楚 这是我们的视觉感观 经过这么多年的演化 我们自然对周围的环境里面 最强的那种可见光 感光就自然最好 而且对于我们 和食物有关的光 我们也会特别能够看到 人眼就比较看到 绿光敏感 比较看到其他颜色的光 但是对于我们的电子零件 就是手提电话的相机 你就发觉 黄绿光也看得很清楚 但是看红光也看得更加清楚 所以我们人眼 如果看到天空上 有些很暗的红光 很暗的绿光 尼曼的时候 我们主要还是看到绿光 我们对绿光敏感些 然后 我们的手提电话 他们会对红光敏感些 就是他们变成 一拍红光的时候 就会再出一点 所以我可以想象一下 人眼看到的和相机 现在看到的 尤其是在光的亮 那么 率偏低的场合 夜晚看到这些极光的场合 你就会看到分别比较大 日后的时候 你当然是希望 你手提电话拍到什么 你的眼睛就能看到什么 但是夜晚的时候 在这么低感光的环境的时候 这个感光灵件越灵敏的时候 尤其是当它超越了我们人眼的时候 你就看到我们人眼和肌影的时候 那个分别 那么 这里也突然间醒起了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在比较久之前的科学新枝 就应该是绿色的 那么 这里再解释了一点 就是 为什么我们用肌影会更好 以及如何用肌影的效果 和人眼都有分别呢 其实就是 和感光的电子元件 这个CCD 和我们人眼的差异 就是在这里 这里就有个图 和大家再解释一点 就是 以往我们看到的 極光 是绿色的 无论是人眼 甚至乎肌影 都应该是绿色的 这次 我们可以广的范围 都能看到極光 但是極光是偏红的 我想这个也是很多朋友的观察 那么现在画面上 看到这几个图 首先你看到那张極光图 这张就不是美国影的 这张应该我在澳洲的新闻 就说在墨尼本附近 就拍到的 那么你发觉 都是这种比较暗紫红色 又带粉红 但是其实你都可以看到 是有些绿光黄光 混在背后 就是混在出来的一些颜色 那只不过是相对强度 就是有强弱的问题 所以我们也肯定就是说 这次就是突然间 大量很多红色的参集了下来 令到就是说 我们更加容易看到红光 甚至乎我们的机器 我们的仪器 亦都更加看到红色的极光 那么这里就要解释一下 就是为什么会 就是和平时 我们一般所认知 要去到比较北边 或者比较极端 南边的地方 才看到极光 而且是绿色的 和今次已经是比较低位度 都不用搭飞机搭船 你就这样在家里出去 晚上都可以看到 就是在英国和澳洲 当然你说 如果是其他北欧地方的朋友 一定都可以看到 那么 为什么会比较多红色呢 其实很多一般的新闻媒体 都有些比较科普的解释 我这里再介绍一下 其实主要是 你看看太阳出来的太阳风 或者是太阳风暴 或者是太阳闪验 出来的那粒子流 那粒子就是一些等离子体 或者是电章体 英文就是Plasma 它撞击到地球大气的时候 我以前节目都有提过 首先它会受到地球磁场干扰 于是乎它就不是直冲直下来的 它是会被洗横了 而导引了去南北極的方向 但是同一时间 它这些这样的粒子流 当然也会撞到 我们地球大气上面的粒子 地球大气最主要成分是什么 淡和氧 当然也有些二氧化碳 因为我们地球上 有我们一些生物的痕跡 呼吸作用留下 这里也要考虑大家 这些淡气、氧气甚至二氧化碳 淡气我们知道佔最多 七成 氧气两成 两成多 然后二氧化碳就佔少些 我们不希望它佔那么多 哪种轻一点重一点 其实我们温回元素周期表就知道了 就是氢害里皮鹏 碳淡氧忽乎乃 先淡后氧 淡是稍微比氧轻一点 然后二氧化碳 比它们轻还是重 你想想 那就是二氧 二氧更加碳 那一定比氧更加重 所以二氧化碳分子 如果真的要把二氧化碳 氧和氮气 这些空气分子 放在一起 二氧化碳沉底 氧就以一个 雙氧O2 形式的分子存在 雙氧就会浮在二氧化碳的面 然后氮也是以一个 雙氮的分子存在 所以雙氮又会浮在氧上 所以氧气就会浮在上面 一定是一个地表 多氧多氮的环境 它就会倾向升上去 这是很普通的浮沉原理 我们知道氮是稍微比氧轻一点 所以你会看到 如果是在地面高一点的地方 氧浓度低一点 氮浓度高一点 所以在太阳粒子打下来的时候 如果是在外围的话 空气稀薄一点 但是稀薄得来就是 氮偏多氧偏少 然后再下来一点的时候 比如大约是在地面 60至150公里左右 氮的浓度会少一点 氧的浓度会偏高一点 OK 这里就要再提一提 给一个图 即是现在这个极光上面 好像有一些断断续续彩虹的图 其实也叫光谱的图 分别就写了 是有暗的那个 氮气的光谱和氧气的光谱 你将氮气和氧气煲热去的时候 即是你给其他粒子打它 煲热去的时候 它自己会放一些的光 但它放出来的光就很不齐 淡就会放多些不同颜色的光 但是也不齐的彩虹颜色 就转转续续 然后氧就很集中将它的能量 在一些绿色和红色的地方放 所以光的强度 对于你譬如将氮气和氧气 当它被这些周围的辐射去激发 去煲热它的时候 然后它自己再放出来的光 你见氧就比较主力 就集中放在绿色光 所以我们见到那些绿色的极光 它会激发了氧气分子 那氧气分子也偏向放多些绿色光 而且对于我们人眼来说 看绿色光也比较敏感 所以在一般的情况下 我们看到绿色的极光 就是那些太阳风暴的粒子流 它打到氧气 激发氧气出来的效果 但是这次就特别了 因为太阳风暴实是太强了 强到地步 它是将比较高空 稀薄一点 氧气 就是那些氧气比较稀薄一点的地方 它连红光也放得很厉害 而且甚至乎大家看到 氧气本身不太放绿色光 但是氧气在外围时 亦是激发得多些 所以我们预计的是 突然之间在那些比较高空 就算空气稀薄一点 但是因为太阳风的粒子流够强 就多了很多被激发出来 放红光的效应 亦都出来了 当然 比较近地面一点的氧气 它的绿光也是放得多 但是就算是比较高空外围一点 那些能够放红光的机制 亦都效应强了很多 于是乎 无论我们人眼 甚至乎用CCD拍出来 红光的成份又高了很多 所以不是没有绿光 依然有这些绿光 亦都不弱的 但是就是因为 多了很多这些红光 参集了下来 所以你看到整个整体颜色 都变成了 在这里说了很多 纯粹是极光的原因 但是我觉得 也要多一点点 就是太阳风暴 是怎么来的呢 现在在我头壳顶上的图 就看到了 由太阳那里吹了很多太阳风 就有些太阳的闪焰 Solar Flare 拉起了很多等离子体 就打向太阳的外面 包括地球 幸好有个磁场 就帮助党感一点 但是在地球外面的人造卫星 都受到影响 现在GPS和Solarlink 都天天在看着 有没有被人打烂 暂时就没有 但是因为多了很多集乱 信号令到通讯的质量 就受到影响 这里想说一些 但是也留待 将来有机会再说多些 为什么突然之间 有这么强的太阳风暴呢 也是因为我们知道 太阳进入了11年 太阳黑子活动活跃期的高峰 大约在今年的年头 也是这个活跃期 在这个活跃期的时候 你会看到 太阳表面上 就特别生得多 太阳黑子特别多 也代表着上面的磁场 扭曲得 扭曲得 扭麻花 扭在一起 就特别坚 打结打的地步 它会突然之间 散了再重组 就是这样的时候 就突然之间 很多太阳的闪验 黑子 就出了来 然后就是把整个太阳表面的 很热的电章体 或者叫等离子体 拉出来 甚至乎将它 击射去太阳远方的位置 这里就好像说得很简单 但是我很想在这里提一提 就是说 其实整个机制 我们大约有个概念 但是 你能不能够建立一个 很精确的电脑模型 去很仔细地解释到 为什么 在这些磁场 打晒结的情况之下 当它断了再重组之后 是会突然之间 有这么大的能量 将这些等离子体 拉出来 而且能量是这么高的呢? 直到今时今日 我们都未能够完整地解释到 我们都知道 照算是和这些东西有关 但是我们真的 放在电脑上计算 就发觉 都能够出现一些东西 但却不能够出现 我们跟观察 吻合的 这么强的粒子流 所以我们会说 就算你说 对太阳研究 太阳这些闪验 这些太阳黑子的研究 我们能够 用理论来暂时理解它 但是你说 要仔细地 很量化地去全盘解释 到今时今日 都仍是一个 关于太阳研究 一个很尖端的问题 所以 你会发觉 这些太阳现象 太阳的物理 影响了我们日常生活 今次还走入我们的生活当中 令到我们看到极光 我觉得 都是一件挺有趣的事件 和大家介绍 希望各位 住在英国 澳洲 或者其他 北欧的地方的朋友 拍到漂亮的照片 就是加拿大 这些地方的朋友 看到漂亮的照片 就多拍一些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先来到这里 下一节有其他的内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